6. 第一《財經日報》 在雙響波動中求平衡人民幣國際化任眾道元 2015年7月20日人民幣會改十週年 A. 六週艾林州艾林在人民幣會改十年之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搶先奉上了賀禮時格 數年後首次承認人民幣不再被低估 當前,中國正在適時推進人民幣資本 銀行下可兌換進程,這也讓下一個十年備受期待 近幾年,人民幣實際匯率較其年 H. 貿易夥伴國貨幣不斷升值 這一趨勢在去年尤其明顯 因為美元上漲,入圓和新興市場貨幣不斷貶值 而人民幣仍相對保持堅挺 因此我們改變了態度 中國下一步應將焦點轉向政策轉型 以實現新的增長模式,建立更為健康 適合中國增長的外部價格 IMF第一副總裁李普頓 David Lipton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客觀而言,過去的十年,中國主要完成了人民幣單邊升值 或市場基本結構搭建的任務 未來人民幣在相向波動中尋找平衡 在內外部風險中實現國際化依然任重到源 眼下的問題無非是近期的股市震盪 所引發的人民幣匯率波動是否會造成長期隱患 央行貨幣政策長期適度寬鬆的立場 會否對人民幣造成貶值壓力 下一步開放進程中,擴大波幅 中間價調節直至匯率市場化將如何相識前行 如何建立更加準備的人民幣衍生品市場 股市震盪央及人民幣 中長期無需擔憂計2015年年初那場 因人民幣匯率裡迫跌停而吹生的貶值方後 此次人民幣在岸、利岸匯率因股市震盪而受到了驚嚇 這也引發了在過去樂觀情緒下不爭有過的沉思股市和人民幣匯率有何關聯 未來進一步開放帶來的資本商向流動會否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 時間把握出我們帶回7月7日 那時股市震盪後救市措施密集出台的第二個交易日 股市走勢仍未明朗 而至上證指數在6月12日創出本輪5178.19點高點後 便持續下跌 足及最低點3373點 跌幅達35% 7日當天 國內外匯市場人民幣即期匯率26.2100元收盤 4月下旬以來首次突破這一整數位 此外 7月初開始 利岸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 據招商宏觀統計 7月8日 香港人民幣匯率即期定盤價佈6.211元 也是創下4月中旬以來的低點 同一天 國內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6個月 遠期報價為升水880個基點 即6.2974元 遠期交支即期匯率貶值1.4% 更有傳比股市更大的災難市匯市 這一度加劇了恐慌情緒 而再招商證勸宏觀經濟研究主管謝阿謙看來 這只不過是茶杯中的風暴 他表示 但看以上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情況 似乎有山與獄內的感覺 但只需要把時間圍到放寬至半年 2015年3月3日 人民幣積期匯率收盤價 曾經達到6.2743元的位置 較7月7日的積期匯率高 貶643個基點 換句話說 國內外匯市場這樣的風風雨雨在年初其實已有所見 不過 各界尤其是金融從業者對中國股市的劇力調整 或危及金融體系穩定的擔憂並不難理解 即同時出現內部的銀行危機和對外的貨幣危機 或者國際收支危機 所謂商危機 對此 謝阿謙也賺文指出 與人民幣匯率更加密切相關的是短期外債的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 中國監管當局對短期外債等投機性 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一直堅持較嚴格的態度 因此上述情況出現的機率幾乎為零 但此次股市波動引發的思考 或將讓中國最開放進程上的報紙買得更穩健 換言之 即使實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這也不會是暢通無阻的快車道 而是適時加以監察和管控的康存通道 政策寬鬆或不會強快人民幣貶值壓力除了股市波動 央行對貨幣政策的立場是否也會進一步影響人民幣的走勢 就讓行下一個十年的貨幣政策 惹穿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趙陽高素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未來幾年 貨幣政策仍將以穩健為主 再穩增長 調結結和空風險之間平衡 由於宏觀經濟大方向是增長放緩 結構轉型 因此貨幣政策不會進行大的總量放鬆來刺激經濟增速 但是,有必要防止經濟增速或快下滑 由於投資放緩可能出現過度調整 控制因為經濟增速下滑過猛帶來的系統風險 因此貨幣政策總體將偏寬鬆 這種偏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否會加大人民幣貶值壓力 招商銀行總行金融市場報告及分析師流動量認為 這種概率很少 原因有三 首先 兩行釋放的流動性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多 由於同期外匯佔款大幅萎縮 有出現了二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支援 流動性主要對接地方債 並未出現大量額外流動性 因此對匯率影響不大 此外 當前實行的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真正市場能起決定作用的空間相對較少 加之環有中間價的調控 因此未來就算繼續釋放流動性 影響也較少 最後 中國還沒有真正實現資本自由流動 外匯不能自由進出 謝阿謙也指出 對於近一年來的外匯佔款下降 這是中國發展階段中的正常現象 在過去這十年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村的池子 論主要是指外匯儲備要發揮速水池的作用 而在未來十年 外匯儲備可能也到了發揮雙向調節作用的時候了 擴大波幅先行為匯率市場化鋪路今後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 參考一藍紙貨幣進行調節 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仍將市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方向 在通往匯率市場化的道路上 擴大波幅和中間價調節仍是不可或缺的鋪電 在2012年4月 即其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匯價單日浮動 幅度由0.5%擴大至1% 2014年3月 這一波幅進一步由1%擴至2% 根據央行副行長 外管局局長以光於今年兩會上的表態 2015年再次擴大波幅的可能性或必要性不大 但這仍是中長期的絕對趨勢 謝阿謙告訴本部記者 如果之後要調整 首先還是會放寬波動區間 不過就當前來看 人民幣匯率還是最狠狹窄的區間內浮動 百分之二的波幅有未用盡 流動量也向本部記者坦然 匯率自由化的時間表可能會推遲一些 按照之前的監管曾公開表態 利率市場快已接近完成 外匯市場開放要加速推進 但從股市震盪來看 改革都會為穩定經濟服務 因此開放化進程或慢於預期 不過在採訪中 不少國內外經濟學家對本部記者表示 出了對擴大人民幣波幅的期待 蘇格蘭王家銀行 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高露 亦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專訪時就真表示 人民幣波動將進一步加劇 2015年後人民幣對美元的回率 波幅區間可能進一步擴大 從當前的百分之二擴至三百分之四 這一判斷也和今年年初的人民幣走勢物不可分 年初 由於人民幣對美元長期處於軟頂著狀態 美元走強 而中國經濟面臨的是三期跌加 增長速度的換檔期 結構調整的震通期 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的困境 人民幣對美元旅現迫近跌停 積期回率一度足及二十八個月來新低 市場擔心當前百分之二的波幅不足以反映真實的回市狀況 因此在當時擴大波幅的呼聲十分強烈 不過 就當前的情況內看 立即擴大波幅的必要性處復正在降低 人民幣外匯衍生品有袋擴容下一個十年 不論是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 還是利率市場化 都將催生避險產品的需求 而新的金融產品也有利於市場發展得更加活躍 更有深度 流動量高數本部機者 當前銀行提供的服務基本能夠滿足企業需要 進行調期和對沖的外匯工具 還是比較豐富的 其實衍生品構成的主要基礎就是軟期 調期和期權 中國現在三者皆備 如果要引入新的產品 可能是外匯期貨 華東師範大學金融與統計學 院中新教授黃澤民此前建議 中國應該上市交叉匯率期貨 由於自2014年下半年起 歐元、入元以及新興市場貨幣大幅貶值 而中國貨幣當局使人民幣對美元保持了相對穩定 因此其他西方國家貨幣的匯率波動 還是顯著影響了中國企業的外貿業務 其實 這種需求早已體現 2015年年初時 某場三角出口企業的老闆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採訪時便表示 為了規避匯率風險 通常情況下 他選擇遠期結售匯來鎖定遠期匯率 固定成本 但實際上 鎖定匯率對於風險規避的作用比較有限 一方面 鎖定匯率是在全球匯率都相對穩定的情況下 相對有效的方式 匯率鎖定是建立在你也好 我也好 大家都有錢賺的基礎之上 匯率波動大 雙方都沒有把握 這種單子很難簽